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1月15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家族企业达成协议 以3.75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饭店使用权 之后,原来的川普国际饭店将被改名为华尔道夫饭店 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一家投资公司正在签订合约 以收购川普国际饭店的租约 据悉,该饭店距离白宫不到1英里 预计,这笔交易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完成 此外,买家计划去除原来的川普化名 并和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达成协议 将该物业转换为华尔道夫酒店 2012年,川普赢得这家饭店的开发权 并从联邦政府的手中租用了这栋大楼 从此,这家饭店一直成为川普的宝贵资产 据悉,川普在当选总统时曾拒绝出售这家饭店 但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川普公司自从2019年以来 一直都希望将这家饭店卖掉 当时的开价超过5亿美元 不过,这家饭店一直成为各界争议的对象 批评者认为,外国政府和其他集团 可以通过预定当时担任总统的川普公司旗下的饭店 来获得青睐 据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显示 这家饭店从外国政府手中 曾收到约375万美元的付款 随着感恩节和圣诞节两大重要节日即将到来之际 很多美国人也都开始准备返乡过节 但根据民调公司WenPaul 对2000位民众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 在已接种疫苗的民众中 约有58%的人明确表示 将拒绝未打疫苗的亲友回家过节 另外,还有53%的受访者认为 是否接种疫苗的问题已严重分裂了家庭成员 也有56%的民众表示 预计今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聚会的气氛不会太和谐 据专家警告 民众对疫苗的态度已被泛政治化 长此以往会让政治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对此,政治评论员沙利文日前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访时指出 民众讨论政治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即便使用了一些粗闭的措辞来表达观点 也还在可接受的范围 但政治一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超市购物到感恩节聚会 如果大家都在谈论政治话题 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显得非常不健康 他说,我们正在失去政治和生活之间的界限 而失去这条界限对美国的政治发展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沙利文还表示 泛政治化的影响已经扩大到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 而对于疫苗的态度分歧 只不过是民众把政治无限的带进生活的其中一面 例如今年1月6号的国会暴动事件 就是近期生活泛政治化的顶峰 沙利文表示 在美国的历史上 每一次的政权转移都是和平进行的 而这一次却出现了暴力迹象 这对我们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记警钟 它预示着民主系统稳定性的弱化 对于沙利文的预测 从温泊在本月2号进行的这项民调结果中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67%的受访者指出 已对家里的亲友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不接种新冠疫苗 那就不要回家过节 另外虽然有43%拒绝接种的民众 担心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工作 但坚持不接种的民众 依然还占约14% 他们表示 拒绝接种的理由包括担心副作用 认为疫苗上市太仓促等 但这些理由都被已打过疫苗的亲友强烈驳回 他们认为没有人会同意他们的这些意见 经联邦调查局FBI证实 该部门的电脑系统遭黑客入侵 并向数以万计的机构发出虚假电邮 追查网络威胁的欧洲非盈利组织 Smash Project表示 至今已有10万名用户收到了黑客经FBI发出的虚假电邮 据CNN等媒体报道 FBI在13号发声明表示 该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已经获悉此事 以qaic.fbi.gov为地址的账号 正在持续对外发送虚假电邮 FBI没有对外透露进一步的详情 只表示官方发现问题后 已迅速把受影响的硬件下线 并呼吁民众对此类电邮应保持警惕 一旦发现可疑活动 应通过3w.ic3.gov或3w.cisa.gov向政府举报 对于黑客是如何利用该部门的系统发出的虚假电邮 FBI则拒绝回应 对此网络安全公司Blue Foyant主管兼FBI前特工伯格拉斯表示 FBI被黑客入侵的电邮系统 只是单纯的负责对外交流 和探员之间收发机密信息的系统是分开的 因此不涉及情报外泄的风险 但伯格拉斯担心 FBI这次被黑客利用发出冒名电邮 日后可能将影响民间对FBI 甚至国土安全部的信任 不利于民间与官方分享网络威胁的数据 昨天14号已脱离日本皇籍的秋小宫文人亲王夫妇的长女 甄子和她的新婚丈夫小石龟 经过13小时的飞行 于14号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正式开启他们的美国平民生活 据日媒报道 上个月26号刚结婚的小石龟和甄子两人 于日本时间14号上午 从东京羽田机场启程 两人分别搭机前往美国 之后在纽约机场会合 出关时曾受到众多国际记者的包围 但两人只是不停的鞠躬致意 然后就开车离开了机场 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日本广播公司NHK报道 据相关人士透露 小石夫妇经有人介绍 目前已在纽约曼哈顿 以大约4600美元起跳的月租金价格 租下了一栋公寓 两人将在那里一起生活 据悉 前段时间 小石龟在纽约的律师考试中失利 日后他将继续在纽约的一家 律师事务所工作 计划明年2月份 他将再度参加纽约的律师考试 据悉 日本的皇室成员 原本没有护籍 也没有护照 而现在已脱离皇籍的真子 则是第一次使用护照出国 并且出行全程 都是他自己拖着行李 而平时以皇室形象露灭的他 昨天也被人首次看到 他放下了长发 显得非常自在休闲 据报道指出 真子公主和他的丈夫小石龟 相恋于2012年 两人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最终两人的婚姻终成正果 就在上个月末 10月26号 刚过完30岁生日的真子公主 正式和小石龟登记结婚 真子将入籍夫家 成为平民 据日本皇室典范规定 女性皇族和平民结婚时 将失去皇族的身份 为了使他们婚后仍可维持 作为皇族的品格 日本皇室经济法规定 将从国库支出一笔免税补贴 额度大约在皇室成员 一年生活费的10倍 真子可获得的具体数额 大约为1.5亿日元 折合美元大约是130多万 然而真子的丈夫 小是一家 因卷入经济纠纷 因此真子谢绝了这笔补贴 据此 她成为日本二战以来 首位放弃这笔补贴的公主 并且还取消了所有的结婚仪式 随着真子与其丈夫 飞抵纽约后 这位曾经的日本皇族公主 目前已正式开启 美国的平民生活 好 在节目中间 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二频道 二频道现在已经改版了 改成了一个不正经的 非严肃的历史类频道 主要是讲述一些历史人物 野史趣闻等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历史类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 频道列阶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区 至于二频道的新名字 老游888 我在这里解读一下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第一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了 所以就起了一个最简单 又好记得这么一个名字 第二 888 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8这个数字 因为它和发谐音 第三 888从读音上听起来 又像巴拉巴拉不断说话的这个谐音 表示这是一个语言类的讲述的频道 所以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 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这个名字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据洛杉矶警方通报 洛杉矶市菲尔法克斯区 Mairos街附近的陆氏抢劫案 最近越发猖狂 13号凌晨2点 8名盗贼联合作案 盯上了当地街区的一栋住宅 然后这伙人进入室内 用枪指着受害者 要求屋主交出贵重物品 并顺利盗走了一个Kuchi名牌物件 4000元现金 一条钻石金链 以及两个钻石金戒指 这伙盗贼在夺取货物后 立刻逃离了现场 据附近的监控路线拍到 画面中有多名劫匪 在他们钉上的住宅后院徘徊 似乎是在寻找或等待作案机会 从监控的画面中还可听到 受害者被抢劫时发出的尖叫声 据警方表示 在这条街的周边 近来抢劫案越来越多 目前还不确定 此案和其他案件 是否为同一伙人所为 14号 洛杉矶郡普通无牵汽油的平均价格 每加轮已涨到4.665美元 只比2012年10月创下的 最高纪录平均价4.705美元 低四分钱 据美国汽车协会和石油价格信息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 洛杉矶郡过去8天的汽油平均价 其中有7天出现了连续上涨 共上涨了7.6分 其中13号上涨1.9分 目前油价比一周前高出7.4分 比一个月前高21.4分 比一年前高1.51美元 另外陈俊的汽油均价也在8天内出现7次上涨 14号上涨了0.3分 达到4.63美元 比2012年10月8号创下的4.69美元历史高点 只低了6分钱 而过去8天 陈俊的油价共上涨了8.8分 其中包括13号就上涨了2.2分 陈俊的汽油均价比一周前上涨了8.4分 比一个月前上涨21.7分 比一年前上涨了1.51美元 对此 南加州汽车俱乐部的企业传播主管 杰弗瑞对媒体表示 我们的消息来源告诉我们 最近几天 南加州的一些炼油厂 不得不进行计划外的维护 这通常会降低生产水平 另外导致近期油价飙升的另一个因素是 油价持续停留在高位 12号 周五 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德州中间原油 每桶价格为80.79美元 比2020年11月13号触及的52周低点40.13美元 高出101.3% 其中主要原因是 新冠疫情的相关限制消除后 出现汽油需求量大增 而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 随着全球燃料需求的增长 汽油价格全年稳步上涨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 原油成本价格 约占汽油价格的一半多 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 加州的汽油价格 14号触及每加轮 4.676美元的平均价 创下普通汽油平均价的最高记录 而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 目前的汽油价格 已然位居全国最高 日前 阿克拉克马州 4名死囚的上诉 被法院驳回 4人将分别在3个月内服法 据NBC报道 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 12号正式颁令 驳回案中4名死囚的申请 法官认同下级法院的裁决 表示 4名犯人虽表示 毒针药物 密达搓轮会引起剧烈疼痛 但缺乏足够理据 不能以此作为上诉理由 在这起案件中 4名犯人表示 阿克拉克马州 已在2011年修改了州法 不再规定死囚 必须注射 巴比托酸盐和麻醉药 反而可使用定义 更为宽泛的一种或多种药物 考虑到宪法规定 当局不能在案发后修改法律 借此变相地向死囚加行 另外 当局如要求他们 使用其他药物 就相当于教唆犯人自杀 有违其宗教信仰 对此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 原诉人只是借此拖延行刑时间 死刑判决符合宪法规定 据悉 阿克拉克马曾是全国执行死刑 最频繁的州之一 但当地在2014年 连续三次出现事故 其中包括监狱在处决犯人前 不到一小时 发现毒针的药物出现错误 由原来的氯化钾变成了乙酸钾 因此全州从2015年开始 暂缓执行死刑 直到上个月28号才恢复 死刑制度重启后 首位被处死的60岁犯人 格兰特曾在2001年 在向一家汽车旅馆求职后 第二天却枪杀了旅馆的经理 和前台职员 因此被判死刑 而在行刑时 他注射了三种药物 之后发生呕吐 并全身抽搐而死 而另一名被裁定 一级谋杀罪名成立的犯人 琼斯 暂定于本月18号伏法 琼斯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表示真凶是他高中的朋友 但控方认为 琼斯的犯罪证据确凿 另外剩下的两名死囚 分别是韦德·劳伊和波斯特尔 其中韦德·劳伊于2004年 意图直屑抢劫银行时 枪杀了保安 因此被判死刑 而波斯特尔则涉及2005年的 奥克拉克马流动汽车公园仇杀案 当时造成四人遇害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